美方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那么我想只说一句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 而是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 他们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我能感觉得到 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 我可以说你 你不可以说我 我可以做 但我做了你也不能说我 你至于说现在中国才开始 那么我们也是被迫的 因为我们中国是讲礼仪的国家 那么既然我们反反复复耐心的 人之意境的去跟他们交流 他们听进去 那我想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他们听得懂 记得住的方式 现在可能不习惯 慢慢的他们应该习惯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我们从不穷兵独物 从不唯我独尊 从不违约退群 从不以大欺小 从不怨天尤人 胁迫这笔帽子 扣不到中国的头像 相反大家都觉得 这笔帽子非常的适合美国 美方在信口开阁 所以扣帽子方面 的确给予了自己超级的自由 南海军事化这笔帽子 扣不到中国头上 在南海岛礁开展建设 或者部署必要的五倍 中方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多的一个 要说搞圈实化和危害 恒情自由 这笔帽子非美国莫属 想象很丰满 但现实 试图拉帮接派 搞小圈子 向中国施压 讹诈甚至胡家虎威 来吓唬中国 是行不通的 这个世界上 究竟是谁 动辄 挥舞 制裁大棒 搞长臂管辖 胁迫他国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胁迫外交 这笔帽子 显然 美国最适合戴 而绝不是中国 中方想提醒北约 北约还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 北约不要忘了 1999年 悍然对蓝联盟进行轰炸 造成了包括三名中国记者在内的 大量无辜平民遇难 逝者已矣 但生者 更需要警醒 和反思 现在中国的网民 对自己国家的荣誉 和尊严 看得也非常的重 这绝对不是什么民族主义 这是朴素的爱国主义 因为任何一个人 政治的人 都不会容忍 其他国家的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对自己的祖国的利益和尊严 来肆无忌惮地进行损害 澳大利亚历史上 对你们的统住人 是不是有过屠杀的 统化的政策 前一阵澳大利亚军人 在阿富汗犯下的那些罪行 是不是事实 中方是坚持不干涉 别国内政的做法 但是如果澳大利亚 没有证实自己存在的问题 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 却基于谎言 谣言 虚假信息 被中国妄加指责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指出来 澳大利亚的错误 如果你没有从头的自信 如果你们没有犯了这些问题 你信心什么 这是当时在美国 黑奴被强迫在棉花地里 采摘的照片 这是我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中国新疆的棉花田里的情景 40%多都已经进行了 机械化的采摘 所以有关中国新疆 强迫劳动 这个指责本身是不存在的 那么一些企业 居然就相信了这种谣言 那么他自己怎么做 是他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想中国的老百姓 也有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表达他们的感受 中国的市场就在这儿 不需要我们去专门 搞什么胁迫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 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 一边吃着中国的饭 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美国极其无眼联盟的盟友 的确我们看到 他们是进行了协调 摆出了一副 要打裙架的样子 他们的嘴脸 不禁让人想起了 当年的八国联军 但这几个国家 显然是搞错了时代 身子进入了21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 对中国脑子还停留在 19世纪末的晚清 他们显然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世界 现在的中国 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我们不禁要问 人之不存 全将淹富 美西方口口声声 保护人权 他们到底保的是什么人 护的是什么权 他们如何体现 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们难道不应该感到羞耻吗 历史和事实表明 这几个国家 想当人权教师爷 但他们根本不配 希望他们明白 今天的中国 不是伊拉克 不是利比亚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 外国列强 家旗 几门大炮 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 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 几个所谓的学者和媒体 同官方勾结 就能肆无忌惮地抹黑 攻击中国 而不受任何惩罚的日子 也一去 不复返了 奉劝他们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利益 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 来而不往 非离也 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 和傲慢 付出代价 不复运